經過漫長的冬天 雪融化了 迎來了早春 今天天氣剛剛好一點點 都是一下院子 把我剪下來的這些玫瑰枝條 全部都給它 收集起來 草地已經快要綠了 花園裡有好多好多的事情 還需要來做 把這些乾枯的 這條 跑起來 好讓那些植物都露出來 讓它們 好好的發芽 看看這些 渣子 院子裡有好多的活兒 需要幹 看這一堆 我的那些花瓶灌灌 好多呀 今年開春以後 就準備去買一些 沒有種過的 好看的花花 再把它種上 這一堆 這一堆 這應該是黑眼樹山吧 已經 發出苗來了 這地都空出來了 還需要很多的東西去種 院子裡邊 主要的玫瑰 還有就是菊花類的 兩顆丁香 看 是活著的 但是還沒有發芽 基本上可以了 院子已經打掃的差不多了 看看這些玫瑰枝條 都是光光的了 蒜 你看 都長出 蒜苗了 看看都可以吃了 下個星期 天氣暖和了 讓它再長長 就可以吃了 地上這些 都是我撒的雞蛋殼 小蔥也要長出來了 咱們再來看一看這個 這是去年 秋天的時候 我牽插 直接插在地裡的 我家的月季和玫瑰 剪下來的枝條 我覺得它們都應該是活著了 這一株是去年的千叉苗 應該是爬牆的黃顏色的 這個粉紅色的小玫瑰花爬藤的 冬天過後 它全都是些乾酷的枝條 爬牆的玫瑰不用做很大的修剪 但是綁紮是一定要的 否則它就會亂長一切 再來看看這些 再來看看這些 苗 它們應該是大蔥花 鐵筷子 經過一個冬天 它是沒有死 但是呢 倒春寒 看看這片葉子 當發出來的葉子 如果還好 在它的底部 大概又會發出新的 Dank 乾乾淨淨的 什麼都沒有 光光的 這棵千里樹 也是光光的 沒發芽 到了夏天的時候 它們就長滿了花花草草 看看這玉金香吧 已經長出來了 這些都是薰衣草 薰衣草是非常頑強的 再看看我這個聖誕花環吧 去年11月份自己製作的 今年都三月底了 還那麼好 謝謝收看